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叫日本人做了汉奸 蒋介石盛怒之下 则令军统除奸 傅小安防范严密 暗杀行动屡遭失败 就在军统为之矫健脑汁之时 却突然传来傅小安身受异处的消息 是谁杀了汉奸傅小安 他又是如何做到全身而退 敬请收看湖北卫视大揭秘 除奸傅小安 1926年7月 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北华战争 国民革命军一路势如破竹 连克长沙武汉南京等地 4年3月22日 直系军阀孙传峰被打得溃败而逃 北华军攻占上海 然而一路的狂奔突进 也让北华军陷入了资金吃紧的状态 为了迅速筹集资金继续北华 蒋介石必须依靠上海总商会的帮助 上海总商会当时的权力很大 上海的所有商业企业都归其管理 这个机构甚至还影响着政策的制定 而时任上海总商会会长的正是傅小安 那么傅小安究竟有着怎样的发家事 他又是如何得来如此呼风唤雨的能力的呢 傅小安 浙江省镇海县人 十五岁时进入上海英商耶松船厂做工 因为粗通英语 善于逢营 短短三年就被提升为领班 傅小安在做领班时 四亿客口工人工资 拒领无益之才 随着他对钱财欲望的不断扩张 他将目光定在了晚清首富 阳务大臣 盛宣淮身上 傅小安知道自己身份低微 盛宣淮肯定不会待见他 于是他想了个偏门的法子 他打听到盛宣淮的三夫人 也就是庄夫人特别爱出风头 傅小安便决定从他入手投其所好 他就按照这个庄夫人的这个身材 为他量身打制了这么一个 这个腾制的马车 这个马车呢坐得很漂亮 在家上配了一区白马 这个庄夫人呢 坐了他这个马车 走到这个街上以后啊 回头率特别高 这个庄夫人也很高兴 觉得这个傅小安这个人不错 就把这个傅小安呢 介绍给收下来了 之后傅小安磕头奉 洞察拜了盛宣淮为干爹 1909年傅小安成为了盛宣淮 招商局所属的华兴保险公司 副经理 玄吉他又被升为经理 凭借着盛宣淮的力量 傅小安很快就成了 跨金融矿业和交通行业的 大资本家 然而就在傅小安 春风得意之时 他的干爹也就是晚清首富 盛宣淮却突遭人生最大危机 1911年 刚刚担任晚清游船部上述的盛宣淮 以铁路收归国有的名义 向英法美德四国列强筹借外债 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陆运动 并很快演变成一场武装起义 清政府只好下旨 将盛宣淮急行革职 永不续用 靠山一岛 傅小安本该是要如丧家之犬般 掩棋息鼓的 然而事情却并非如此 傅小安非但没有陷入窘境 反倒是开始了他一夜暴富的船 盛宣淮当时吓得躲起来 跑到日本去了 然后呢 傅小安就逐步地采取一些办法 把这些盛家的一些财产 转到自己的这个名下 后来呢 这个中国通商银行的这个 总经理 董事长 包括上海招商局 这些产业通通归这个 傅小安来打理吧 也就是成了他的名下的财产 傅小安 靠客户工人工资 聚恋不宜之才起家 为了投身险贵门第 他拜盛宣淮为干爹 最后又通过各种手段 把盛宣淮的产业 转到自己名下 通过傅小安的发家史 不难看出傅小安的为人 1924年 傅小安已在上海的各大银行企业 担任了大大小小几十个职务 头衔包括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 招商局董事等等 然而傅小安还是不满 他在商界的地位 为了取得上海总商会会长一职 他积极陷位于当时占据了上海的直系军阀 孙传芳 没想到他还真是如愿以偿 1927年初 傅小安正式就任上海总商会会长 然而三个月的时间都不到 他的位子也还没坐热 北伐军便攻占了上海 他的新靠山孙传芳也是大败而去 蒋介石开始接管上海 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 到上海的第一件事 就是接见上海商界联合会代表 他明确表示 此次革命成功 商界暗中助力 大非前显 此后仍以协助为期 蒋介石的意思表达得非常明确 他需要上海各家银行的财力支持 蒋介石知道 要快速地筹集到资金 他必须依靠一个人的帮助 那就是当时上海商界 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上海总商会会长傅小安 然而傅小安却表示 自己没有足够的资金 对于北伐战争 他爱莫能助 事实上傅小安之所以没钱 是因为早在蒋介石 攻打江西的时候 傅小安就将自己的资金 投注在了实际军阀孙传芳的身上 当时蒋介石正在攻打孙传芳 江浙财阀向钱永明 陈光辅 都是把钱偷偷从自己银行调出来 用以支持蒋介石 然而在傅小安看来 当时的蒋介石不过就是个矛头小子 妄想染指军政了他 左思右想 把宝压在了老牌北洋军阀 孙传芳的身上 对孙传芳总是有求比应 所以他把钱给孙传芳 同时又把自己轮船 招商局的所有的轮船 交给孙传芳 孙传芳当时的战场在什么地方呢 在江西 所以他的这些后勤啊 物资啊 主要的兵员呢 是通过轮船 招商局的轮船 给他送到江西 送到九江 跟北伐军来进行作战的 然而傅小安这次可算是压错了宝 不久后 蒋介石也得知了傅小安 资助了他的敌手孙传芳 使得他筹集不到北伐的战备资金 于是他严厉要通缉傅小安 1927年 在蒋介石的严令通缉下 傅小安吓得一溜烟的就跑到了大连 傅小安人在大连 心却一直惦记着在上海的产业 一直拜托在上海的朋友 在蒋介石面前进行疏通 为了表示诚意 还不断拿出钱财来支援蒋介石 在傅小安的不断运作下 蒋介石终于在1931年 撤销了对傅小安的通缉 就这样 傅小安终于如愿重返上海 但是这个时候的他 却早已没了往日的威风 不仅自己从盛轩怀那里 蚕食过来的资产大大缩水 就连自己在通商银行的职位 也变成了一个挂名董事 这个时候的傅小安 可以说已经是翻不起大浪了 然而六年之后 蒋介石却严令军统局 务必要除掉傅小安 傅小安到底触动了 蒋介石怎样的底线呢 蒋介石撤销通缉令 与送过傅小安 为何要下令军统除掉他 除奸行动中 军统为何突然改变策略 对傅小安实施策反 戴笠的这一决策 究竟给军统带来怎样的损失 湖北卫视大机密 精彩稍后继续 1937年11月 松户费战爆发后不久 上海融线 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司令 松锦石根 准备物色一名在上海 有地位有影响的人物 来充当委市长一职 这时有人向松锦石根 推荐了一个人 那就是傅小安 事实上 1931年后 由于蒋介石的运作 傅小安在上海的产业 大大缩水 但是他却不甘心就此垮台 因此多年来 他一直保持着 与上海政商名流的频繁往来 希望有一天 自己能够卷土重来 六年后 上海陷落 傅小安觉得机会来临了 当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司令 松锦石根找上傅小安的时候 两个人几乎是一拍即合 1938年10月16日 傅小安出任上海市委市长 从此走上了叛国投敌的道路 在出任上海市委市长 一直后不久 傅小安还公然地向蒋介石 发起了挑战 傅小安当了市长以后 就特别高兴 立即就是到了租界当中 跟这个英租界 法租界 包括这些英国领事 法国领事 他都去拜会他们 要求在租界当中 把国民党的党旗给他降举 要换上这个大道士政府的这些 这汉奸的这个旗帜 傅小安公开叛国后 蒋介石极为震怒 命令戴力对其实施制裁 当时傅小安住在虹口区 处于日军重点设防地狱 平时那里日军戒备森严 外人难以接近此地 更别提自由出入了 军统军上海战 后来对傅小安实施过一次暗杀 最终却以失败告终 傅小安知道 军统局是不达目的 事不罢休的 于是就更加强了保卫措施 傅小安找了很多保镖 白鸽的保镖 就有十来个 另外他自己身边有这个 二十多个保镖 所以他呢 平时出来的时候 也坐着防弹的汽车 再加上有这些保镖 保护着他 所以他这个汉奸的活动 就是日益平凡 就在军统特务谋划着 暗杀傅小安的同时 在傅小安的老家震害 万余民众上街集会 声讨他的汉奸行为 后来连他的老家的大门 也被愤怒的百姓拆毁 在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的声讨浪潮中 军统本该顺势而上 对傅小安除之而后快 然而就在傅小安投敌的两年后 军统却突然停止了 对他的暗杀准备活动 甚至还不惜代价 拉拢傅小安 这又是为什么呢 1940年原版 军统局两名少将级特务 代敬员吴庚树 从重庆转到香港 抵达了上海 上海军统特务陈公树 受命与吴庚树秘密会晤 吴庚树绝口不提所谓何来 陈公树也不做打听 陈公树 在吴庚树即将抵护时 就接到了军统局负责人 代理的电报 电报说 要妥为侧应 并与一切必要之协助 陈公树知道 这两位定是身负重要的秘密任务 事实上 这个秘密任务 是军统局准备借汪伟国民政府 在南京成立之机 刺杀汪精卫 军统局为此筹谋许久 行动的第一步 便是策反傅小安 开栏煤矿办事处的经理 许天明和吴庚树是至交好友 又和傅小安素有深交 为了能够顺利完成刺杀汪精卫的任务 吴庚树决定通过许天明拉拢傅小安 希望傅小安利用委事长的身份 在汪精卫来护时设宴款待 好让军统人员能够刺激下手 傅小安对许天明的要求是欣然答应 并发出豪言壮语 立誓帮军统顺利完成刺杀任务 当许天明正沾沾自喜 自己对傅小安策反成功之时 殊不知傅小安嘴上说的一套 做的却是另一套 这是一份当年傅小安 发给汪精卫特工的资料 上面写着军统策划在上海的招待会上 刺杀汪精卫 这份资料上还详细介绍了 刺杀的具体安排 军统刺杀汪精卫的计划 就这样被傅小安出卖了 一听说这次是戴笠派了 两个少将级的特务 也来杀他 当时就是怒火万丈 所以在这个1940年的3月21号 这一天下令把这两个人处死了 他为什么赶到这一天呢 因为他是在39年的3月21号 在河内遇刺的 所以找了这么一个时间 来对军统进行一个报复 由于傅小安的出卖 戴笠是损兵又折将 于是他急令上海战特务 也就是军统四大杀手之一的 陈弓术 无论如何要除掉傅小安 傅小安也深知 这一次与军统级结下梁子 那肯定是会遭到 他们的血腥报复的 于是傅小安对保安工作 做得是更甚从前 而设也就让赐负的负责人陈弓术 无处下手 就在陈弓术万分沮丧之际 忽然接到第二行动大队的报告 分队长陈墨 通过杜月生管家万沫林 和杜月生保镖的关系 已在傅小安的府邸中 找到了一条内线 这个内线 到底是个什么人 傅小安是阴招 令军统损兵折将 也彻底断了自己的后路 保卫措施严密的傅小安 为何悄无声息地 死在家中床上 被傅小安视为亲信的佣人 为何要置他于死地 请继续收看 除奸傅小安 傅小安不仅叛国投敌 还专门于蒋介石作队 这让蒋介石气恼不已 于是他急令军统局 除掉傅小安 然而傅小安的安保 做得十分严密 刺杀行动的负责人陈公树 为此一筹莫产 就在这个时候 陈公树突然接到密报说 第二分队队长陈墨 已在傅小安府邸内 安有内线 那么这个内线 究竟是个什么人呢 事实上为了寻找 刺杀傅小安的机会 陈墨特意安排人 在傅小安家的对面 开了一家小店 傅小安呢 经常派自己的贴身仆人 到这个小店买东西 一段时间以后 陈墨就将目光锁定在了 这个名叫朱生元的仆人身上 一看见朱生元来 是有意给他套进我的 就跟他讲这些事 朱生元呢也觉得 就是说这个傅小安当这个汉奸呢 对他脸上也不是很有光的 然后陈墨这些人 在进行做工作 朱生元最后答应 来帮他办这件事 但是呢 陈墨他们不放心啊 说要不要其他的帮手 其他的帮手 一概也不要 陈弓树做梦也没想到 不过一个月 他就接到了一份报告 是用名文写在一张小纸条上的 不用密码 也没有暗语 而且连封套都没加 这在当时军统特务中 是表示这是最速箭 按照规定 交通员只能尽快地传递 绝不许打开来看一眼 这份最速箭的内容 非常简单 朱生元已完成使命 刻意安全脱险 正由陈墨同志党 护送至浦东途中 四到达安置后 再为降报 这个朱生元 不仅除掉了傅小安 而且还顺利地 从保卫严密的傅公馆 悄无声息地逃了出来 他到底是怎样做到的呢 1940年10月10日晚 傅小安应日本人之约 前往参加宴会 散席后 傅小安仍觉得意犹未尽 又前往法族界圣宣坏家 老三圣佑和的宴会 他们临时将月聚明明 摇水圈拉来 演出盘夫索夫一句 直到凌晨 傅小安才回到府中 朱生元伺候傅小安睡下后 他就不安地数着时间 等到凌晨三点的时候 朱生元估摸着 这傅小安已经熟睡 便从厨房里 拿起一把锋利的菜刀 捏手捏脚地 朝傅小安的卧室走去 他轻轻推开门 借着外面透进的灯光 走向傅小安的床边 突然他举起菜刀 对准傅小安的脑袋 是连砍竖刀 傅小安还没来得及 哼一声就死掉了 有没有人发现呢 有人听见动静 就是傅小安的这个武仪太 在隔壁的房间 听见他这个先生的房间里 有动静 但是他没敢出来 他想了可能是不是喝多了 或者有什么不出货 但是他没有出来 朱生元杀了傅小安以后 赶快拿了个菜篮子 骑了自行车就出门了 因为上海人买菜的时间 是比较早的 于是朱生元很容易地 就逃离了借贝森严的负债 十一日凌晨五点 也就是傅小安被暗杀后两小时 上海汪伟76号特工总部李世群 就将这惊人的消息 用电话报告给了南京汪伟 汪伟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 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五时 为电话惊醒 市群报告上海市长傅小安 为其跟随十余年之仆从 用刀刺死 人心难测 为之寒心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 是朱生元现存的唯一一张照片 朱生元祖籍安徽 原本世代物能 十岁时父亲病故 由叔父介绍 到日本工厂做童工 备受欺凌与虐待 因此朱生元对日本人 是深恶痛绝 对汉奸更是痛恨不已 这才不顾个人安危 帮军统下手出艰 消息很快地也传到了重新 戴笠非常高兴 立即拨了五万块钱 这是朱生元当时 决定杀傅晓安的时候 要的五万块钱 陈墨拿到钱以后 到浦东 把这五万块钱 送给了朱生元 然后用一个渔船 把朱生元送到了浙江 到了舟山 傅晓安被杀后 日军在傅府所在的 虹口日战区 祥德戒严搜查了一整天 附近百姓是人心惶惶 然而日军却一无所护 因为朱生元已经被军统特务们 秘密送走了 对于惨死的傅晓安 日本军艺则将他被砍下的脑袋 用针缝到了尸体上 在产以白布放到官屋中 傅晓安被铲除后的第二天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 报道部长军事发言人 马渊义雄发表谈话 大致意思是 傅晓安的死 是全国的一大损害 一个汉奸卖国贼之死 被称为是中国的不幸 实在是可笑 然而更可笑的 还在后面 1943年 在汪精卫委政府 开国庆典三周年的那天 日本天皇下诏 受给一批汉奸 以日本勋章 其中为上海市市长傅晓安 受二等锐保障 这些被授予勋章的人 包括傅晓安在内 成了种种酷骨 日本天皇授予他们勋章 对日本法西斯 这些走狗 必然灭亡的命运 也绝不会有任何帮助 好 感谢收看大解密 再见 1939年7月14日 军同上海战秘密联络点 全部被日为破坏 带立核心经营的军同最大站点 命悬一线